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赵哥 稍等一会儿 我要这个是个 A.C.I.P.I.K. 我卡 冲冲告诉我密码 夫君 你能打赢二三十个人吗 像前套这些乞丐这种 二三十个也打不过我 此人莫非会功夫 一车东西的诱惑太显眼了 即使知道这人不好对付 可是也舍不得 倒嘴的肥肉给跑了 三房买牛车了 哪来的钱 这还要问吗 定是三弟席的绣品赚的钱 再不然就是三弟的猎物 各家过各家的日子 你莫在东向西向 我又没说什么 话是这么说 等他家夫君打家具赚了钱了 他也存到一起 将来买辆牛车去 这三房一家倒是有能耐 买这么多东西从城里出来 没有遇上事儿呢 那也要看看那些人 打不打得过我家三弟 不过现在城里势道不好 还真是难说的 爹 娘 我和媳妇今儿个入了一趟城 买了猪油 媳妇就做了油饼子 这会儿送过来 给爹娘尝尝 里头还有一盒糖糕 更是有一只刚杀好的野鸡 这老三才分出去 有点吃的就给两老的送来 不是自己生的 却胜过自己生的 任婆子和任老头 感觉到很欣慰 老三有些傻 定是想不到这些事的 还是这个三媳妇孝顺 懂得感恩 任婆子给三儿子和三媳妇 各做了一套新衣裳 只是在两套新衣裳里头 还夹着一套天蓝色的小衣裳 和一套粉红色的小衣裳 公婆的意思很明确 希望三房能早点有自己的孩子 三媳妇这么聪明 看一眼就知道了的 娘 这衣裳给谁穿的 你拿回去 老三媳妇知道是给谁穿的 你也得努力 你长得这么壮 怎么就搞不定你媳妇 要不是这事不好仔细教 任婆子真想好好教导一下 她家傻儿 我过两天想办法入城 买几幅画去 任婆子听懂了丈夫的话 任容常却完全没有听懂 宋九看着两套小衣裳 她的脸颊微微发烫 忍不住看了她家傻夫君一眼 现在日子过得还算宽松 他们是该有个孩子了 宋九的身子不由得一阵站立 心思便有些不纯了 脸颊也跟着滚烫起来 任容常起身 一把将媳妇抱了起来 头回见到傻夫君这么激动 而且有些不受控制的那种 宋九被扔到了床榻上 媳妇儿 我就想一直抱着你 这一次 宋九没有再骗她家傻夫君 任由她家傻夫君的手 在她身上游移 不得要领地躁动 最后竟然也能得逞 褪去青涩后的宋九 眼泪汪汪地成了真正的女人 她家傻夫也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 天已经大亮了 宋九感觉自己已经散了架 媳妇儿 原来园房竟然是这么舒服的事 媳妇儿 咱们不起床了好不好 大白痴的她想什么呢 宋九一脸的惊恐 果不其然 被窝下的手又不安分了